结果,再把它新增工作表 那如果你不会写新增工作表的程式的话 刚刚我们有录制 在那个module,我先移module2的地方 里面会有个module2,就是我刚刚录制的 那这边会有这个程式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样,把它copy一下 copy之后呢,我把它先关闭,就跳回来 在这边打一个注解,新增工作表 那其实基本上,这个shits6 这一行其实应该可以把它delete掉 不需要,因为只要两行就可以 那特别注意,我要add, after,总数 然后呢,名称叫什么呢 名称叫做,这个本来的名称 把它改一下,name的话,把它改成什么呢 其实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因为add,add之后会多一个 本来,count本来有三个 你add的一个变四个 那你这边呢,你可以把这个shits.counts 把它copy起来 把它加到这里 贴到这里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shits.counts加进来之后的话 就是最后一个 那所谓最后一个就是说呢 我现在最后面一个本来叫做什么 shits6,shits7 那如果你用固定的名称的话 将来会找不到这个名称 无法更改 那name的部分的话,我要更改为什么呢 更改为这一个 我的哪个地方呢 更改为这个 这个地方 移住重复之后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记得,我们要知道它是第几个的话呢 123,我可以第三个什么呢 所以第三个shits里面的什么呢 range 然后123456,总共有6个嘛 所以我二到七嘛 在这个范围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给它的名称就是shits 后面的名称就是来源就是shits 然后shits什么,瓜糊 第几个,第三个 所以三个 然后它的里面的什么呢 名称来源就是 我们可以用range 刮糊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刮糊 之后的话 给它的range应该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 这个 range 应该是这一个 C2对不对 C2 C2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之后的话呢 那底下的话也是一样的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样子哦 我是不是可以再继续 后面的话 把这边多一个瓜糊 多一个瓜糊 然后后面的话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 可以再增加贴上一个 贴上一个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哦 C2之后的话 那会往下 对不对 再往下 再来就怎么样 C3嘛 来源就变成C3 我要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在最后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面那个名称呢 再把它改成C3 那你想说 这样子往下 这样就变成C3